乌云压顶 俄罗斯股市重挫10% 欧股权限下挫 在担心什么 比特币也崩了 黄金等避险资产却上涨 局势不平静 当地时间周一 欧洲股市开盘大跌 北京时间1月24日晚间 欧非中东交易时段 全球多地股市出现大跌 其中 俄罗斯MOAX指数一度大跌超过8% 截至发稿跌6.65% 在创疫情以来最大跌幅 今年以来跌幅已超过15% 俄罗斯RTS指数盘中暴跌超10% 截至发稿跌8.74% 外汇市场上 俄罗斯卢布延续跌市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跌到9个月低点 欧股开盘全线揭磨 且跌幅持续扩大 英国-100指数 限跌1.18% 德国DEX指数限跌1.7% 法国CAC40指数 限跌1.817% 法国CAC40指数 跌超1.78% 欧洲斯托克指数跌超2% 原由市场小幅下跌 黄金与美元指数微涨 此外 比特币已延续跌势 跌破34,000美元每枚 过去期间以来累跌近20% 上周 美股领衔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普跌 每三大股指整周暴跌4.6%至7.6% 为2020年底以来最差表现 平安证券海外宏观研报认为 全球股债双杀 黄金 美元等避险资产走强 全球市场进入防御状态 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在提前 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 带动发达市场债券利率走高 向科技成长股市压 加之 多国经济数据疲弱 围绕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紧张 美国推进反垄断法案等 市场风险偏好迅速降温 平安证券认为 国际油价逆势上涨 进一步抬升通胀预期 强化货币政策紧缩预期 市场防御状态在美联储一息回忆前或难解除 不过 在市场与美联储在紧缩预期上的赛跑中 目前美联储领先的概率较大 立即1月美联储一息会议 或难制造更强的鹰派一晚 随着美联储不断明晰加息和缩表入境 加上遏制通胀本身是一件正确的事 市场紧张情绪有望缓和 言报认为 2022年美股迎来开门黑 年初以来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12% 带涨两年后美股为何剧烈调整 对红弯经济前景有何含义 中心的结论是 一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本能股价上涨 更多是一种货币现象 无论财富增值 还是企业盈利创新高 本质上都是货币扩张的结果 二 迫于通胀压力 美联储不得不加快紧缩 这已然形成了急刹车局面 美股下跌是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急转弯 及其潜在影响的稀掉反应 三 同样迫于通胀压力 美联储在紧缩方向上已无路可退 短期内很难重回宽松 这意味着美联储看跌期权 不会很快出现